今天说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92年大姐的男朋友说过来要把她给带走 带去什么江门回去上班是干嘛的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 刀哥 那大姐要走了 走那就先一个呗 先一个 你这不能一点伤感都不伤感吗 不伤心吗 伤心没用了 太难了 伤心没用了 前两天你们两个人喝得开开心心 清清我我的 就差澄清拜堂了 那只能说做了一场梦 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梦醒了 人也上了 梦醒了 营用营用了 大天宝 现在一个我本来说要找下一个了 那现在我们去找大姐问一下 我们再去把这个情况搞清楚嘛 如果她确定要走 我们再请她吃个饭 好吧 可以好好道个别 道个别 可以可以 走吧 走吧 以后就叫你饿虎好吧 饿虎 啊叫饿虎好不好 好那我走了 自己待着啊 已经来到瓦房了 今天不喝饮料两个人有点生疏啊 大姐 我听说 你男朋友要来把你带回去了 嗯 就是什么时候走 明天吧 确定吗 确定明天就回去 那边有什么打算 回那边先回看看吧 就是打算能找工作就找个工作 那你以后那个饮料啊 要少喝点 甜甜喝那个饮料有点邪门 那个之前你们喝饮料事还记得没有跟我刀割 嘿嘿嘿 两个人勾筋搭背 轻轻握我的 嗯 幸福腿哥没被打 腿哥你现在这么开 这么开心 亲心里面被打是吧 那个饮料喝多了肯定对不对 脑子不清楚 刀哥有什么想说的 大姐明天要走了 有什么想说的 你饮料你喝梦了吧 喝梦了 大姐明天要走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没有 没有 你就不知道说你大姐 以后这个饮料少喝点照顾好自己 这都不会说吗 大姐他这个人 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老婆 你说一下 你感觉他能不能找到老婆 能吧 能吗 能吗 你摸着你良心说 这个表现能找到老婆吗 大姐你有什么话对我刀哥说 也没有 就是这样漂亮 漂亮漂亮是吧 爱死哪死哪去对不对 这种人啊 大姐我这点这个想法 那等一下我们去那边吃点东西嘛 就是公司旁边那里吃点东西 就五点半左右嘛 或者六点左右 他说你过来啊 好的好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这只流浪猫又回来了 现在每天都回来 猫粮也喂上了 水也喝上了 流浪猫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喝水吧 现在菜上了简单的五六个菜 煮菜是个烤鱼 然后土豆 然后回国路 还有蒸蛋 加这个猪耳朵 大姐 那就确定明天要走了是吧 刀哥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有啊 那你说什么嘛 大姐你能不能不走 行动 刀哥过去跟大姐表现一下行动 你说什么大姐能不能不走 大姐你确定了吗 已经人家说明要走的话 已经说明确定寻找那个人了 你的话就不再考虑范围之内了 那我走 那你再喝一杯嘛 你不 你最烦 你只好我走 那你就走了 嗯 嘿嘿 慢点慢点 慢点 这是没办法的事 人家大姐要生活 因为你现在给不了大姐想要的生活 知道吧 那我走 去吧 去吧 大姐 那你去那边的话就好好生活 好好上班 因为你那个男朋友 我有见过 脾气也很好 是吧 你喝多了 他也不会骂你啥的 那你就以后这个饮料少喝点了 你来啊 我们乐情欢迎好吧 你走我们也乐情相送 他就以差太久了 随便做点嘛 好生活大家啊 小刀的话就不用管他 他小孩子应该不用管他 腿哥喝的懵懵的 你要干嘛 刀哥 嗯 你要干嘛 我不要动 腿哥你喝笑了吗 你不要这样 嗯 刀哥 嗯 刚才你还是一副生情的样子 刚才 你去追九二年大姐了吗 刚才你还说你是东莞第一生前 嗯 你现在你就这样搞啊 嗯 好漂亮啊 好多 呃 尽量下小姐家 嗯 小刀刚失恋 还是这样 嗯 那赶紧回去睡觉 被狠刀多爱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哈哈哈 小刀 嗯 别这样 等一下好好睡觉啊 我上去睡觉 我上去睡觉 明天起来 九个鞋子就没事了 嗯 好好睡觉啊 嗯 我上去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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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